其實生活中哪也都是音樂 它真正好的音樂就是把這些無限的音組合在一起 又簡單又難 太多風格,太多口味了 新華社快看的朋友們,你們好,我是王源 我覺得是挺好的 因為新華社快看的朋友們,你們好,我是王源 每個人當然都會有自己固有的創作習慣和創作模式 包括他創作邏輯 我覺得在嘗試一些新的創作方法的時候 可以打破這種邏輯,會讓你得到很多新的靈感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自己寫歌,我彈和弦,我是自己彈的 但是那個是別人幫我彈的 所以我可能會跟著他的思路走 但不是說不好,只是說跟一個新的創作方式的碰撞而已 但現在體驗下來覺得還挺不錯的 這張專輯其實就是我的一些細碎的靈感 包括一些碎片式的給拼在一起 它沒有一個特別強的邏輯性 所以其實想傳遞的就是不設限 然後有很多可能性 就是一個可能性的東西 一個人的靈感是有限的 兩個人的靈感是雙倍的 那十個人就是十倍的靈感 跟優秀的音樂人有這種靈感上碰撞 包括音樂上的交流 這是一件好事 有可能我們完全想不到的兩個音樂人在一起 會創作出完全不一樣的作品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看到什麼 比如說醫院裡邊你會盡量看到生離死別 你覺得我好痛苦 但是你走出醫院呢 你會發現醫院旁邊小花壇 新開了一束花 你就可以選擇你自己是看花還是看生離死別 音樂就是寫自己喜歡的 現在也這樣覺得好聽的 然後有意思 最近就比較喜歡那種淡淡的 比較甜靜的那種感覺的歌吧 我其實可能我這個觀點跟別人就是都不太一樣 我的觀點是在於 它只是一個聲音而已 它只是它的材質不同 它振動頻率不同 發出的聲音不同 不要把它界定什麼中國樂器 外國樂器 民族樂器 你不要把它當成個樂器 把它當個音源 然後把它無限組合就可以了 我覺得音樂是最好傳播的一個東西 我們生活中每時每刻都充滿著音樂 那只是看願不願意去感受它 你想聽隨時放上去都能聽 我那天才專門看了一下 音樂平台註冊 就是註冊成它的音樂人的標準 其實真的很簡單 然後其實就給很多人提供了平台 小眾的不被大家看見的 有夢想的音樂人 慢慢地被挖出來了 經常會爆火一些人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衍生出來的就是因為 做音樂的門檻降低了 所以說也會導致了很多 劣質作品的出現 但是我就覺得真正愛音樂的人 還是得做優質作品 不能做劣質作品 比如說我聽到這首歌 我覺得特別好聽 我會翻來覆去地聽 然後一遍一遍拆解它 第一遍我聽它的鼓怎麼打的 第二遍聽它的鋼琴怎麼彈的 拆解它 拆解它為什麼這麼好聽 然後第二遍跟朋友聊 然後從他們身上吸取 他們對於音樂的理解和理念 我覺得變化太大了 像現在有很多短視頻平台 音樂播放器 大家聽得就太不一樣了 太多風格太多口味了 其實對短視頻音樂 短視頻平台裡面出歌的事情 首先我自己是覺得很欣慰的 因為是給很多人提供了市場 但同時其實也會引申出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現在聽歌都得配著視頻聽 所以其實對於傳統的 就是在音樂平台上發歌的歌手來說 其實會受到一些衝擊 包括說對沒有出來的 還在努力的原創音樂人 衝擊是更大的 我是希望大家能夠 真的是沒事的時候 去音樂播放器聽聽 開開音樂播放器 然後說不定你就眼前一亮呢 音樂人這個定位 其實我覺得又簡單又難 就是現在手機上不都有軟件嗎 你三分鐘你能敲手歌 你也可以稱自己為音樂人 那些做了三五十年的 也稱自己為音樂人 在我心裡 音樂人是一個很高標準的一個行業 或者說一個門檻 就是基於我自己的看法來說一下 就跟網上評論你歌好不好一樣的 我只是坐在他們面前而已 我的評判標準只看舞台 比如說他可能籌備時間沒有那麼長 別人籌備時間長 別人表演得好他表演得不好 可能他說這個是讓給拉分 但是我不看這個 我只是看你舞台表演得好不好 你下面怎麼籌備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上了舞台呈現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是點好聽的 就你一聽不是會不和諧打架的 但這個很簡單 然後第二個就是看你能不能傳遞內容 然後第三個是看他的詮釋 就是看自己唱得好不好 勇敢 自由 隨意 我們這代音樂人的責任就是把自己喜歡的 把小眾的帶到大眾面前 所以加油 我覺得音樂是一個能夠傳遞人情感最好的一個媒介 而且音樂的入門真的很簡單 你只需要一台電腦 一個聲卡 一個軟件和一個話筒 你就可以做音樂了 希望大家都多多勇於嘗試 我還能有這張電腦 我可以看你 可以看你